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几天的视频都是白天吃的 牛杂呀 小吃呀 那在晚上 我们将会去吃些什么呢 走了一圈 对比了一下 最后 我留在了一个炒米粉的小摊前 10块钱分 10块钱 加肉10块 加火腿是10块 我们就加一样10块 嗯 对对 米粉啊 对对 12的加入和加热酱 加入加火腿 对对对 要辣椒 这边炒和粉炒米粉炒面和炒饭 这样呀 嗯 辣椒也好 嗯 要 小米椒 够不够 够了 不用吃太多辣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炒粉 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炒粉 对 把手机都吃了 酸豆角要吗 要 酸豆角 很厉害 厉害啊 对 这个米粉是大米粉吧 大米粉 对 大叔炒这个多久了 哦 还是几年了 十几年了 几年了 几年了 原来买小吃了 哦 我们买小吃了 买了十多年的小吃 这个买两三年 这个刚才时间短点 嗯 买小吃的时间 就是一直做小吃 一个人做小吃了 做铁板豆腐 土豆腐啊 臭豆腐这些 全买小吃了 第一次吃炒米粉 看看这个大叔的手艺 其实你看这一份 有肉有菜有蛋 十二块钱 很不错了 它这个炒米粉当中 放了一些圆白菜 小米椒 还放了一些鸡蛋和火腿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 比较细的这个米粉 它这个炒米粉 其实就是把米粉当中的水分 盛出来一部分 加油 加鸡蛋 其实这样更能烘托出这个蛋香和肉香 像炒米粉锅 调这些 一般都是买来当宵夜 像大叔这样 一坐坐到早上五六点的 也有很多人 走啦 走啦 看我所有粉料是更多的 在深夜 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出来迷食的 啊 相当的 我们先看看 现在最晚的 也行 是 再面前找个好多的 这一个 我们先听到